下个月要庆祝爸爸的转属节日了 先来透过镜头看到永和区的模范父亲得奖人 其中一位模范父亲彭武艺 他平时喜欢接近大自然也热爱登山 因此影响了全家人都喜欢从事户外活动 而在子女的眼中他不只是称职的爸爸 也是好朋友 是非常值得学习的好榜样 彭爸爸育有三名子女都已经成家立业了 他认为身教重于言教 以身作则教育子女长大成人 而他与妻子都很喜欢登山 踏遍台湾各山林景点 也因为长期接近大自然 拥有了乐观进取的做人做事态度 还因此成为家训来教育子女 照我们这些小孩 我也希望我都带她去接受这个大自然 我们也都去掂水 去拆头去生水 包括八山也都一样 我们都同样是过来这样的 所以彭老师 如果带我现在去野生娃 KTV这种我们就比较不接触 比方说像戒烟这个事情 爸爸也是抽了很久的烟 说戒就戒 对啊 那就是 就是这种态度是非常 让人就是觉得很佩服的 从小到大就是一直就是爸爸也都会带我们去外面玩 就是比较户外的生活 让我们就是比较不会像宅男这样子宅在家里面 然后钱都拿回家放在家 我就跟皇家这样而已 对啦 我跟皇家的皇家这样 开始真的有很多人做的 做人就老实了 彭爸爸是一名水电师傅 打从17岁学徒开始接触 至今已经有45年的经验了 问他是否有将这一手的好功夫传承给下一代呢 他说孩子们都没有兴趣 不过乐观的他认为 儿孙自有儿孙福 只要能贡献所学服务这个社会 就是值得鼓励了 而这也是他对下一代最大的期许 中家新北新闻永和参播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